祝各位畢業生們 未來可以順順利利 各位學長們 恭喜你們成為第一年 演出院的畢業生 然後祝你們萬事如意 一月快樂 學長節 前程式敬 謹修前程 祝大師學長節分 畢業快樂 也有成功 大家會來看我們喔 掰掰 掰掰 我又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畢業了嗎 我知道 賣兵 所以呢 我們好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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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學長節 畢業快樂 畢業快樂 在如此盛大的日子裡 我想撐著最後的機會 跟你表達我的感情 其實我對你們的景仰 只有滔滔江水連綿 不見有滑耳蜂蜂蜂蜂蜂蜂不可收持 但是 已經下午不散的夜襲 所以 我們在成績 在落落強勢的世界裡 能夠熊霸一棒 掰掰 畢業快樂 你都沒有Cue我一下耶 已經奇怪了耶 好多開始了耶 好再一次 畢業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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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以 detect 祝您 令人快樂 祝您 祝您 明媛快樂 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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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 所以 發燈的玫瑜模做警惕 然後讓他們不會這樣 就當選團 學蔡節 仁仁沒有規 doe 勇敢往自己的夢想 逐衝吧 哈哈 所以我在 saint 全性的妹們好 就是我是大漆 學姊 然後我們今年要畢業了 然後你們看著我們四年 看著我們剛進來 然後呢最後墜落 一堆人退學延避 轉學 你們一定要就是努力一點 不然會變得跟我一樣 只有延避而已 你知道這種感受嗎 你同學 都畢業 然後大師都沒有課得出去玩 然後你只能上課 做報告 真的超慘 然後我有些話想要跟阿外講 就是你的學姊就是 非常的不爭氣 然後可是 我覺得你成績還不錯 各位學弟妹 大家好 我是賴未翰 你為什麼那麼黑 這個不用講阿 膚色是身體法膚瘦之父母 那你為什麼臉那麼大 第一款 為什麼臉那麼大 那你有想對誰說什麼話嗎 有阿 各位學弟妹 不要翹課 好好的上課吧 可以不要那麼嚴肅嗎 不要那麼嚴肅 不要再長了好不好 那你對養豬開有什麼話 不要空會灌籃好不好 嚴壁不好阿 齊浩 齊浩是我們班一直以來的第一名 對不對 想對學弟妹說什麼 好就是你們應該還有至少一年以上的時間可以留在一大 那就是好好把握這些時光 因為可能接下來不是每個人都要讀研究所 然後就算研究所或者是處理工作也不一定會在一起 所以就趁這最後的機會就好好把握一下 大家一起出去玩 像我們我們這些可能玩的四處 沒那麼瘋吧 因為沒有學長接待 那你們可以好好規劃一下就是 多多辦一些全班的那個 或是整個系的那種戶外的活動 然後就是增加一下大家見面的機會跟交流的次數 大概這樣吧 拍手拍手 來律仲律仲 來 你想對誰說什麼話 現在學弟妹還有剩下大概還有一年以上的時間 所以要好好玩 好好讀 順利畢業 然後就大家好是恰恰 然後就之後大家還會在這邊看到我兩年 因為我後來連年就首會繼續讀啊 那如果大家往後有些學生問題啊 還是對學生班有什麼問題啊 你們可以去找紅瓶箱 他的電話號碼在這裡 0952 352 389 紅瓶箱 在志工手三樓的時間是你每天都找不到他 他要趕快去找他 哈囉各位學弟妹我是潘哥 在這邊最後有幾句想跟大家勉勵一下 我想說的就是 幸好好好珍惜身邊的好朋友啊 不要因為一時的誤會 然後產生心結這樣 如果有心結那一定是要解開 對 因為念子是一時的 朋友是一輩子的 對這幾年來我感受很多 對 然後 你也不知道你的朋友哪一天就是 會從此這樣子 突然消失在你面前 對 雖然這講起來很感傷啦 不過就是希望大家 可以好好珍惜好你身邊的好朋友 那 其他一些 一些什麼畢業感 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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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先 先這樣吧 一切盡在不言中 好 拜拜 掰掰 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電知識的旅館 那我今天要報告的是我大學四年來所過的生活 首先 今天是我的好奶 第一條是我要介紹我的玻璃哥 第二條是我要解釋一下女藍 然後 玻璃哥我在這四年 創造了玻璃哥的說號 那 我還有粉絲專業 但還沒有去點贊的記得去點贊 我那個時候大一 已經查二的時候有講過 那女藍的話我會接女藍教練 我跟他在那邊澄清一下 當女藍教練真的不是我自己去講的 因為你喜歡小魚 這是鵬哥拜託我 鵬哥拜託我當女藍教練 鵬哥可以替我作證 有些話實在說不出 有一個人 實在放假心 希望 在我畢業之後大家可以好好照顧他 小魚我愛你 哈哈 哈囉大家好我是頂高 很快四年一下就過去了 我們也即將要畢業 老師有幾句話想要對學弟妹們講 嗯 先對大三的學弟妹們講好了 我知道現在大家可能 有的人也要準備研究所 有的人也要 對未來感到彷徨是吧 那想要準備研究所的人 真的要盡早準備了 至於 對未來還沒有目標的學弟妹們 嗯 呃 多 也可以找老師討論或是 多參考 每位同學的未來 規劃也是會有幫助的啦 至於對 大一大二學弟妹們 我只有一個建議就是 已經 有下地決心想要做的事 那就努力去做吧加油 不要到了大戰大事才後悔 那 還有我的幾位直屬學弟們 未來我還有兩年會在宜蘭大學 有機會我們還是會見面 我們 多吃幾次飯吧 就這樣謝謝大家 嗨各位學長姐 又到了鳳凰發開鳥羽花香的畢業季又到了 那在此呢 我出一尾啊 我先祝各位學長姐畢業快樂 然後紅塵萬里 前塵四季 那雖然這麼歡樂的日子就要結束了 那雖然畢業呢 是大學的結束 那卻又是另外一個人生旅程的開始 那 預祝啊各位學長姐 在未來的日子裡 那不管是要找工作呢 或是結尾生小孩 當兵考研究所 還是要去賣雞排 那或者是要成為下一個Facebook的創辦人啊 那都一定要在工作上啊 全力以赴 那一定要成為受人欣賞的工作夥伴 那一定啊 要搭小學士班的名號 加油 乾杯 大家好 我是阿拜 我以主播的方式呈現呢 向大家講這段話呢 主要是因為我可以用 看稿的方式 而不是背稿 這段文字是由高妙喜所寫的一段文字 然後由我來講給大家聽 那這是一段非常感性的文字 大家看得不要哭 三年了 還有好多好多學長姐來不及認識 三年的時光真的太短了 真的很捨不得和你們分開 不好意思 謝謝你們從大一進來 就很熱心的帶我們認識這全新的環境 進入全新的生活 努力想讓我們找到會數感 對 會數感 你們交給我們好多 也帶給我們好多回憶 或許從此以後 再也不會見面了 謝謝你們 真的謝謝你們 或許 從此以後 也不會見面 但我相信 學長姐們一定會有更美好的未來 最後祝福所有學長姐 畢業快樂 不要讓我 不要忘了我們有 啾 知情學姐你好 雖然你都沒有送過我歐巴糖 也沒有送過我小時候 雖然你也不一定可以 今年可以順利的畢業 不過呢 幸好 我們下一學期還會一起修工術 還有一學期的相處時間 讓我覺得時間分得很開心 在這邊身為學弟的我 在這邊提前祝你 畢業快樂 希望你畢業之後能夠一般風順 也呢 希望我們下學期能夠 一起發揮遲遲的精神 同心協力 能夠發揮互助的精神 把工素材修完 謝謝 謝謝 我們要學長 您好 我們宿門評審 正所謂千雅若比零 不打不相識 從電子榜上 久聞您的大名 但從未見過您 古山正面目 我想今天應該就是我們 見面的日子了 可不可以請您跟大家揮個手 就當初是我們初次見面 還是最後一次見面 學弟 再次祝您 畢業後一般風順 小麥姊姊 你好喔 感謝您平常在課程上的幫助 不管是哪一堂課 我都能看到你心機像學的姿態 實在是大家的好方向 我也知道 你還會陪我們陪到畢業 那我們就祝福你 也感謝您未來一般風順 嘿 小麥姊 很榮幸你擁有一個這麼 英姿幻化學系的窮技術 跟優良的學弟 非常又帥 那 在這三年來呢 很高興我每學期都有兩次 我花糖陪一次 加一加至少也有六次了 那畢業餘旅行 幸好你還記得我 然後還會買禮物給我 然後真的很感謝你 那 我應該是我們班上少數幾個 可以連續四年都吃到的 花糖同學 那 在這裡先預祝你 那個 學業也可以很實力 那 你過得很愉快 一般風順 謝謝 黃教授 知道我從第一眼看到你 就發現你的眼光 發出了不一樣的光光 還有那超Q的頭髮 看起來就有點 欲重不同 又到了這個時候 這是我秘密 小心翼 你看得到拿不到 那我還是熟悔了好 當天不要跟我納 我絕對不會帶錢 那事實上 學長跟我說 談錢上感情 誠意最終 所以 我還是 將幾句 祝福的話 那我知道學長 明年 應該還是會看到 但我覺得 我知道你絕對不是你留情 就是容身自己的研究所 那 相信 進到研究所之後 會更加的興奮 也正在那邊 就學長進 畢業 順利 研究所 好好 GO 林柯啊 實在太可惜了 你竟然給我早先畢業 說好的 大老闆喝 啊 沒辦法 那大老闆之後 給你先當啦 我來當你的精英員工 好啦 其實今天很想表你的 但是我能表嗎 不能 那我沒什麼話好說啦 好 真心話 祝學長們 一帆功順勢順利 小白學長你好 自從跟你一喜歡 英雄聯盟這款遊戲 然後一直被你碎碎念之後呢 我就一直對你懷恨在心 因為這股意志 我現在積分也打上一千六了 好啦 其實這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應該是 希望學長能夠畢業順利 未來就像打 英雄聯盟一樣 總是會遇到瓶頸 但是 要了解自己的催念 並且從高官的身上 尋找成功的捷徑 才是勝利的不二法 遊戲其實就是現實社會 所以 一件事情的飛機 取決於你的位階 在怎樣的高度 希望學長的未來 也能跟大遊戲一樣厲害 加油 你好 QB學長 你好 自從高通開始呢 我們就有羈絆 自從在那個 迎新術營總大會之後 我們就認識了 然後 我們又多了三年的相處時間 在這三年的相處時間 所以 你在科學上給我們的援助 還有無數考驗的加持下 讓我們PASS很多的科目 希望你能夠在未來 能夠找到好的工作 當然也希望你能夠 然後照顧我們這些後生晚輩 在工作上也請多多幫忙 謝謝你的關照 終於 細語綿綿綿離其意義的畢業世界到了 雖然和學長的姐妹 相處的時間不那麼多 雖然畢業合理的時間 也即將來臨 重視心中有些離別的愛情 仍然為即將展示高飛的學長姐妹 更快高興 也許是考研究所 也許是考工資 也許是先當兵再找工作 不管學長姐妹 對於未來的決定是否一樣 希望學長姐妹 在不講不久的將來 也可以擁有自己 什麼的影片點訂 你是不是以為沒有你了 接下來我要對你說一段話 一款學長 從來沒有這樣叫過 今天身為接班人的我 十分的遺憾 就是我沒有把血脈傳下去 不過呢 其實我心目中 一直有一個小小的疑問 因為我想要看看 你跟妙妙的頭到底誰比較大 可不可以在今天這個公開場合之下 拿起給大家聽一下 拜託 因為你算是大四裡面頭最大的 也是我們全系裡面算是 數一數二頭大組的 那妙妙應該是我們班 數一數二 應該也是遇到他不完的 那希望你們兩個可以今天做一個了解 那 呃 你們 你在我們的心目當中呢 當然是佔有非常大的一個地位 那 呃 你的腳呢 呃 也是有一點點障礙 那 在我們西蘭之間也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那 還好你提早退出了 然後 呃 因為你的退出 所以你現在旁邊才多了一位 你知道 另外一個西蘭的 那 在這裡呢 我很 開心能夠 就是 認識你 那 呃 希望你在未來的日子 因為我知道你之後要考公子 那我希望你之後呢 可以 考試順利 一次就考過 不要說第一次考經驗就好 你第一次就考過 那 因為我知道你會提早入伍 所以 希望你在當地的時候 跑步不要跑太快 但也不要跑太慢 那扭到的話 那就不一定了 那 希望你可以很開心 對 那接下來我們全班 要跟你說一段話